地球是个圆 我们是个圈 妈妈那地球不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吗 对 地球就是甜甜圈 好奇就像美拉拉 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 你先猜一猜吧 要不你带我去咱们吧 甜甜圈和美拉拉的 一百个对话 是妈妈为小宝打开的美妙世界 北半球 中国北京多云 0到8摄氏度 加拿大多伦多 小雪 1到6摄氏度 英国伦敦 小雨 2到7摄氏度 妈妈妈妈 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你看 冬天到了屋檐上会接厚厚的冰队吗 对 房顶上也是白雪哀哀连成一片 又再看看你的小脸被冻得红扑扑的 你一会儿把手放到口袋里 一会儿把手缩到了袖子里 可是还在不停地打哆嗦 真冷吗 真冷吗 因为冬天到了 妈妈 为什么夏天又有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 不如先动脑子想象吧 让我们一起来开动脑筋 好呀 开始吧 哦 我知道了 你以为夏天地球距离太阳近 冬天距离太阳远是吗 是 真的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文日历吧 好 地球距离太阳最近的日子 近日点是在一月初 而距离太阳最远的时间 远日点是在七月 可是咱们住在北半球 一月份恰好是最冷的季节 而七月才是炎炎夏日 所以呀 地球距离太阳的远近 并不是决定我们冷或者热的原因 那是为什么呢 你看 地球绕太阳公转 是一个椭圆形对吧 对 而夏天热冬天冷 是地球的自转和太阳的公转造成的 当太阳在赤道上的时候 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温差并不大 北半球夏天的时候 太阳光直射在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 太阳光能到达地球能量和密度就非常大 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的能量多了 所以就变热了 而北半球的冬天 太阳直射点恰好在南半球上 斜射的大地 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的能量少了 所以气温就变低了 我好像懂了一个好像没懂 米莱拉以后我还会告诉你 直到你真正的明白为止好吗 还有不仅仅是北半球 南半球也一样 夏天热冬天冷 比如现在南半球的澳洲 南美洲可是阳光明媚的夏天呢 澳大利亚悉尼 晴22到26摄氏度 巴西圣保罗 晴21到29摄氏度 一句话 为什么冬天冷 夏天热 当太阳光直射 哪个半球 哪里就是夏季 相反 就是寒冷的冬天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